群联董事长潘建成联合报资料照片分享群联电子摄影逆于海外子公司交易新竹地检署认定董事长潘建成等人违反证券交易法财务报告不实罪但确实未从中牟利予以还起诉处分引发争议依职权送在意后高检署认为侦查不完备发回虚查 潘建成所触犯的法条位证交法第七一条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刑台币一千万元以上两亿元以下罚金之罪但还起诉的要件示犯轻罪者即死刑无期徒刑或罪情本刑三年以外之罪检察官对涉犯罪情本刑三年以上重罪者予以还起诉引发检察官误当自己是法官疑虑 潘建成去年被指控透过海外子公司做假账新竹地检署调查后潘坦诚成立这些公司是事实 但是为因应全球记忆体控制IC及记忆体模组产业快速变动不得不的作为 他坦诚有物彩虹线但都是为群联的利益与经营考量 不是为私利个人也为因此获利 新竹地检署以他在侦查中自驳依法可或减刑为由给予他还起诉 还起诉处分金为一亿一千万元 但引发法界质疑减刑是法官职权并非检察官侦查阶段可决定 检方无权对这类案件还起诉 新竹地检署将案件依职权送高检署在意 高检署认为有关潘建成等六人的侦查 不完备命令发回续查 另有六名被告还起诉处分为适当予以为持 表达 不完备命令发回续查